可乐姐姐玩玩具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玩具 之前 向违辉要成为一名迅龙斗士 哇 我竟然成功了 我得到了爆炎毁灭者 看外包装的话 是不是超级酷呢 在玩具侧面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战车哦 顶部和底部 分别是白王龙的收纳方法 以及重要的安全警告哦 注意 里面的零件不可以使用 对面是简单的玩法介绍 我终于可以看到我的战车和霸无龙了 快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玩法介绍 还有一个蛋 看 这个蛋里面是空的 打个恐龙 试试一下 放进去 嗯 弹出来了 把铁放上 然后是有一个战车 这就是我的跑车哦 诶 还有一个触发地 你看 这个就是触发地 弹背它 哟 还有贴纸 看是不是超级酷 其实可以把贴纸 贴在我的战车上 见证魔法时刻 哇 哇 好帅哦 还有一些车的零件 爆炎毁灭者 我们一起进化吧 这是前装甲 比板安装甲 最后是贴纸器 爆炎毁灭者 进化完毕 进化人力开低 出来吧 烈烟霸鸽 小朋友们 想要成为迅龙斗士 需要跟战车 以及通过挑战 不过 挑战是什么呢 我知道 我知道 可乐知道 参加挑战会 会有一张大大的地图 就像这样 这个是车子的发射地点 写有分数的得分区 恐龙发射到得分区 获得对应分数 一共三局挑战 只要三局加一起 得分在50以上 就能成为迅龙斗士了 这也太容易了吧 So easy 不过 为了突兀挑战 我还是先练习一下吧 看我一指缠 失误 失误啊 看我再来一次 重新来 终于成功了 太厉害了 孝日葵 孝日葵 不好了 柯柯姐姐 你怎么这么慌张啊 呃 其实 我想说你练习错了 挑战时 是需要滑动战车得分 不是滑动出发地 啊 这可怎么办呀 今天有命呗 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参加挑战 加油 出发 我的战车是红色的 我要决定从这边出发 希望可以给到我好运 第一轮 哇 嘿嘿 上天还是借过我的嘛 看我的小龙竟然站起来了 获得了20分呢 来吧来吧 快来新的一局 Go 刚刚那一局 我们失败了 怎么办呢 别忘了 我们一共需要获得50分呢 第三轮 我要直接挑战40分了 我这一次要斜着发射 开始咯 加油 爆炎毁灭者 哇 我真的得到了40分 耶 太棒了 一共超过50分了 我终于成为迅龙斗士了 三位推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 你们还记得成为迅龙斗士 一共需要获得多少分吗 A 20分 B 30分 C 50分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们 可以给下一回留言哦 今天暴龙战车就玩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 一定要关注可乐姐姐玩玩具 还有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可乐姐姐玩玩具 哈哈哈 因为你答应应该不会做的 想要说 我们其实是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